台海局势紧张之际 台防务部门官员竟宣布扩军 与此同时 台军明年防务预算也大幅增长 蔡英文当局是否正在加紧提升台军战力 台军还想以武俱统吗 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敏感时刻 台军突然宣布扩军 大家好 欢迎收看海峡两岸 我是桑辰 据台湾媒体报道称 两岸局势紧张之际 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严德发对外宣称 台军将要成立防卫动员署 并且将原先的7个后备率增加为12个 装备与长备部队一致 那么为什么台军会在此时对外宣布扩军呢 而这又会改变两岸军力对比吗 今天就以上内容 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 台湾中视电子报的赖月谦社长 和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任编辑张斌先生 欢迎两位 张先生好 张先生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张先生你好 台北的赖社长好 全球的样式观众大家好 有关台湾当局宣布扩军的消息 我们首先通过新闻来了解一下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 台防务部门负责人严德发日签证时 台军将成立所谓防卫动员署 同时把地方的后备指挥部编入作战区 以作战导向来进行管理 并将原来的七个后备率增加为12个 装备与长备部队一致 此外台军后备部队的教育召集时间 也改为一年一训一次14天 俗话说扩军备战 所以听到这个消息呢 可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蔡英文 是不是扩军就是要为了应对台海 可能要出现的一些战事 同时也有人认为 目前台军的战力 是不是已经明显不够用了呢 赖市长 是这样子 因为原本台湾现在的服役的人员 也就是现役的部队 大概在17万左右 这样的一个数量当然是不够的 如果说未来两岸发生了紧张的局势 美国的这些所谓的军事专家 很多次都到台湾 都一直说台湾目前的兵力结构 不足以应付未来的军事冲突 不管是海军空军跟地面的陆军部队等等 他都说不足以应付未来的冲突 所以美军很多次 他们在不管是在两边之间的智库的会议中 或者是在他们的智库的一个学术报告里面 甚至他们来台湾的这些官员中 就一直给台湾的这些当局 施加很多的压力说 你们一定要建立更强大的后备部队 那原本我们的防卫部门有跟他们说 我们的后备部队有好几百万人 然后他们就会说 你这个后备部队是不能打仗的 你要建立一个能够打仗的后备部队 那我们把它称之为预备队好了 但是还是叫做后备部队 其实这个部分里面就已经有参考采用 美军的这个预备队 也就是国民兵的这样的一种设计 美国对于 由于美国它走的是募兵制 那它这个募兵制退役的军人怎么办 因为他们的低阶的这些士兵 大概都是服务五到六年左右 因为美国的这个士兵教育程度低 那家里穷 他们的国防部有帮他们准备了一笔钱 叫做教育基金 也就是说你退役之后 如果能够申请到大学 你就可以启用这笔基金 然后去读大学 因为在美国读大学太贵了 所以很多人读不起大学 那他就只好去当兵 当完兵以后 那再去读大学就用这笔钱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美国的募兵制能够走得下去 如果美国的学费降低了 变得很便宜的话 就没有多少人要去当兵了 像在2003年 他们去攻打这个伊拉克的时候 前线的部队不够用了 他们就调动后备部队 像他们的飞行部队就调过去了 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他们一直要求台湾的防卫部门 那么参考美国的这个系统 所以台湾的防卫部门 那在这一段时间内 他就开始要把他的后备部队 要扩容了 也就是扩边 从七个旅扩边到十二个旅 然后再加上把原来台湾的教招 原来台湾的教育的招集 我们叫做教招 也就是退役的军人 这个退役的军人 因为台湾采用的是 真木的混合制 所以对于这些真兵的 以前服务一年的这些兵 他退役之后 要再把他每一年 那么要征调几次 到军队里面来接受教育招集 而每一次大概在五天左右 可是由于五天的时间很短 你集结完了以后 分发装备 然后固定位置 你的军事训练的课程 就很难展开 这样的情形下 他们大部分接受的 就是防化的训练 或者是卫生勤务的训练 还有对营区除除草等等 那他们的战力 没有办法建立起来 但是每一年 他们就回到营区里面 过大概五天的集体的生活 这样的一个情形 好 美国就认为说 你这样的一个训练 你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么对于这个 未来的战争没有帮助 所以应该要把它集中训练 所以目前来讲 台湾的防卫部门 就规划一年就一次训 那这一次训 就训练14天 14天就可以恢复 那至少可以维持 把他的体能往上拉伸一点 然后那个实弹射击再多一点 然后军事的操演再多一点 这样的情形 就维持了一个预备部队 换言之也就是说 当前线的部队 或是目前现役的部队 打完了以后 然后就由这些部队的士兵 去补充台湾这一次的一个调整 其实就是参考美国的 这个目前他们的 后备部队的制度 以及他们的方式 然后进入台湾里面来 但是学的又不完整 因为这个涉及到 我们的防卫预算 也涉及到台湾的兵员 本身的意愿的问题 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看到 以目前来讲 就有打了一点折 所以跟美国的制度 又不完全是一样的 想要效仿美国的模式 这可能是一个原因之一 但是除此之外 有评论认为说 现在台海局势是异常紧张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那么之前可能在台海周边 只是偶尔的能够看到 解放军的这种舰机 但是现在早已经成为 常态化了是经常舰 而为了对于解放军的 一举一动 近在掌控 那么台军的每一次都要出动 所以随着我们频率的增加 可能对于台军来说 真的是有点应接不暇了 所以要进行扩军 那您觉得这样的一种做法 有用吗 其实你看近一段时间 台湾扩军的这样一个举动 你就能看出它的意图是什么 比如它成立在军中 成立这个防卫动员署 那么防卫动员署 毋庸置疑就是要扩军备战 刚才您也提到了 扩军的目的就是为了备战 那备什么战呢 自然就被的是大陆对台的这种武力的相应的进攻 那么这种形式呢 从它的这样一个整体的改变来看 一个把它的后备部队训练时间要拉长 人数要增加 刚才赖市长也介绍了 比如过去可能最长训练一周 现在我们要训练两周时间 那么过去呢 人数相对比较少 从过去的12万提升到26万 还有呢 就是你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后备部队的装备上等等 要跟现役部队是一样的 要以这种战争作为导向 要划归战区管理 比如你的这种后备的指挥部 要划到它的战区来管理 所有的举动都是为 好像要来的一场大战在做准备 所以你看台湾这个举动 其实它也意识到 如果一味的这样下去的话 两岸很可能发生一战 那么这个时候台湾方面虽然说 这个在大陆面前 它不堪一击 但是也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也要尽量的扩充兵源 刚才赖市长也说了 就是它的现在的后备部队 它把7个后备旅扩充了12个 就是打掉一个旅 马上就能整箭制的补充 预备队预备队 就是第一线部队打完了 马上就能补充 这其实对于它的战时反应能力 是一个理论上讲 效率是会大大提高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整体的态势下 你会发觉它除了说兵源不够 还有一个从美国买了那么多的先进武器 那么这些先进武器谁来操纵 谁来使用相应的这种培训等等 它其实也是需要人员的 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的 这段时间两岸关系的形势非常严峻 大陆多次出动战机 你看在大陆的中纪游和国庆假期内 没停过 解放军战机在捍卫领土完整方面 没有假期的 这是没有永远是进行时 没有休止服的 而且7号的时候已经明确第一次的 喊话说台湾地区 对 已经开始回应了 一会我们会讲到这个回应里面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耐人悬尾的地方 就是按照台湾防卫部门的说法 大概在这个今年以来 大概有1710架次的大陆的战机 进入到所谓的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那对于台湾来讲 一来站你怎么办啊 升空啊 得驱离啊 得广播警告啊等等 一般来讲你要想对对方形成威慑 人家来一架 比如大陆来一架 你总得起飞两架了 所以它的这样一个起飞频次 对于台湾来讲是非常频密的 大概算了一下 大陆这边来了1700多架 架次 台湾方面大概要3000架次左右 接近3000架次来进行一个拦截等等 那么对于台湾的飞行员来讲 这也是庞大的精神压力啊 不停的在起降 不停的在进行着这种高度紧张的 甚至接近实战化的 这样一种趋离状态 那对台湾来讲 它的兵员也好 它的相应的驾驶员也好 显然精神压力和体力来讲 都是一个大的透支 所以这时候你看台湾已经开始要征召 其实已经在做了征召这个退役的飞行员 要回到空军 有点接近军备竞赛的意思 其实对于台海地区的稳定 对于台湾的安全是非常不利的 大社长我记得前不久 您在节目当中就谈到说 您家周围的一些邻居啊 朋友啊 包括小麦店的老板等等呢 现在可能也经常会向您询问 说台海是不是真的会开战啊 因为他们内心啊 确实是非常担忧的 那么现在听到台湾当局 扩军的这样一个消息 是否真让他们多了一些安全感了吗 而岛内各个舆论又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扩军动作呢 两岸的关系的军事方面的紧张的局势一直在拉高 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它存在 那它存在的时候呢 那对于民将当局来讲 他们就一直表现出 他们是天下第一勇 他就一直强调说 我要战道一兵一卒 然后呢 苏贞昌也说拿哨把都要打到底 好像每一个人都是神勇无比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好 那换言之于说 本来这只是这个民进党他们在演的一场戏 结果国民党有一些这个脑袋不清楚的议员 他们也加入了演了这场戏 他们想说不能够只是让民进党在那边表演啊 国民党也要表演啊 所以这个时候国民党就有人提出说 那我们要恢复真兵制 当他要提出恢复真兵制的时候 他以为这样可以将民进党一军 结果呢 民进党就顺势的就打说 好啊 那就恢复真兵制 那这个时候反对真兵制的就是你贪生 怕死 你不爱台湾 你不愿意保卫台湾 这样的一个氛围就把它塑造起来了 这样的一个民粹的风气 使大家都不讲话了 使大家都不讲话的时候 您看 民进党就在这个时候 防卫部门就马上推出 好 我们的教招形势改变 扩容 从七个旅增加到十二个旅 我们从一年本来是教招五天的 我们改为一年十四天 哇 这样的一个宣布的时候 就没有人敢反对了 因为 我还只是预备部队哦 而且还只是教招而已哦 我没有要你们全部都征兵哦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你连国民党都反对不起 也国民党也不敢反对的情形 就形成了一股 这样的一股风潮 那就变成都要去走向 这个一年十四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可是问题就在于 有没有人想过企业 它怎么去应付 例如说我假设我今天是高铁公司 我有员工是做高铁的维修 或是开高铁的 结果呢 他一年要被调出去 十四天 我是不是要重新排班 然后他薪水我支还是不支 然后他的福利 他的这个健保等等 我支还是不支 可是他有半个月没有在我公司上班 那我的人力的调整 我要不要有预备人力 然后这些加班费 那么要怎么算等等 全部很多东西都没有考虑 但是我们很清楚地看到 整个整体的社会的运作 企业的运作 机关的运作 还有这个人可能他到大陆 或是到美国去留学 那他要不要回来叫招 如果他不用 那我们会觉得说这是不公平 为什么他可以不用回来 我们在台湾的要 你想想看 这样的未来的纠纷就会很多 可是问题就在于 这一些都没有完好的一个准备 也没有完好的一个设计 也没有对于义男 退伍之后的流向做调查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你也掌握不了 每个义男的职业生涯 他现在到底在哪里 他现在是做什么 他该不该被调 还是他应该 还是他不应该被调 或者他自愿的 还是强迫性的 完全没有考量 但是目前台湾 已经是一股氛围了 突然宣布扩军 蔡英文想干什么 究竟怎么做 才能确保台海和平 请继续收看海峡两岸 虽然广大的民众 不敢正面地去反对 但是心里并不支持 民进党的做法 很多人认为说 是你们先搞坏了两个关系 现在反过来要扩军 真的是不知民间疾苦的 一种做法 那除了扩军之外 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 近日还对外宣布 明年要提升台湾的防卫预算 数额是高达3668亿元新台币 是直逼4000亿了 那又是增加人员 又是增加钱 究竟蔡英文当局想干什么呢 应该说他又家人又添钱 主要还是因为当下的 这样一种应对两岸关系的一个变化 台湾方面家人好理解 因为他整体 你看台湾2400万人 现在2300万接近2400万人 能真正打仗的 我们先不说意愿 不说个人意愿 就是能够打仗的 刚才赖市长也说的 一男就年龄合适的 那你算算吧 他总共基数就在这 他能够多少 所以他必须在现有情况下 来进行一个扩招 那么还再有一个 就是原来他从征兵制改成募兵制之后 他的训练时间大大缩短了 大部分募兵制的四个月 四个月有的甚至连枪都没摸着 打不了几发子弹 可能就结束了 所以这个时候 他为了应对未来大陆可能进行的武力的这样一个攻击 那么他要把这个兵员的素质整体提升下去 那这样也需要投入大量的钱 这是我们说他找到内部的 还有一个你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 从今年以来大陆已经上千架 一千多架次的飞机来 那台湾他得升空 按照台湾防部门的这种统计 大概从今年以来 光空军飞机升空已经花200多亿 255亿新台币了 这个费用确实不小 那还有海军大陆的舰艇 也一千多搜次 一千多搜次的过来 他一样也得出动舰艇来进行箱的这种驱离 出动飞机进行箱的这种监视 所以这些都是要烧钱的 那么烧钱的话 对于台湾来讲 加大箱的这个军费的一个投入 就情理之中了 这边花钱当然要补 这是一个倒内的情况 另外一个就是来自美国的压力 我们看到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 这两天就在前几天 就说你台湾现在要想对抗大陆 70年的军事的这样一个积累 那么你就要把自己变成豪猪 豪猪还举了例子说 狮子一般不吃豪猪 对于大陆来讲 你别说你是豪猪了 你就是个铁刺猬 铁豪猪 一样也要把你掀翻 为什么 因为这是核心利益 这是关乎到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是没有退路的 但是从台湾来讲 美国都说了 我们要变成豪猪 这个豪猪怎么解释 就是我们昨天刚刚谈到的 这个美台的防务工业会议 这个话题的时候 就在这个会议上 美国国防部的一个负责 印太事务的官员海大卫就说 说这个所谓豪猪是什么 就是你个刺都是什么刺呢 主要就是机动性比较强的 能够造成大陆进攻的时候 给大陆造成更大伤害的 这样他就心存忌惮吧 他觉得大陆就 因为可能损失太大 他可能就有所攻击减缓 或者就进行一个震慑 一般来讲 比如移动型的这样的这种导弹 比如说近海的防御的 海滩啊 沿海的防御的武器 比如说像智能地雷啊 智能水雷啊等等 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 这种这种持制你进攻的武器 他觉得你要把武装成 一个豪猪全身次的话 就会下入大陆 所以这样的说法一出来的话 那么你是不是要买啊 你哪来啊 你比如智能水雷 你哪来啊 海军用地雷 你哪来啊 你的这种近岸的这种火炮 或者说像样的导弹 你哪来 你不都在美国买吗 美国买不要钱啊 白给你啊 所以大量的军费投入 也有一个这个因素 参应当军以为靠美国的 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 就可以变成自己身上 一根根锋利的 去抵抗解放军的尖刺 但是说到两岸的军力 我们知道 是远远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的 所以有人说 一旦真的发生武统的话 那么肯定解放军呢 会毫不留情地 把这个豪猪身上 一根一根的尖刺去拔掉的 所以说 现在就算是 蔡英文提高了防御预算 就算他在扩军备战 那么您觉得 能够从根本上 改变两岸之间的军力对比吗 而这对于敏感紧张的 台海局势 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蓝社长 这个两边的军力的结构 是完全不一样的 台湾这边的话 即使扩容也不过 就是二三十万的军队 而这样的一个维持 已经让台湾的 整个生产总额负担 已经是非常大了 而目前来讲 台湾的整个防卫预算 是越来越扩大的前期下 我们很清楚地看到 其实台湾的压力 是越来越大 但是中国大陆不一样 中国大陆 你看它的经济体 是如此的大 单单在防卫预算来讲 台湾就是一百个亿美元 大陆至少是一千五百个亿美元 而大陆才占它的GDP 百分之一点多而已 所以大陆的成长空间 是很大的 如果大陆要占到 像欧洲的这些国家 就是说美国期望 欧洲日本所达到的 这个百分之二的GDP的话 您先来看 大陆的防卫预算 还有多大的一个增长空间 如果要像美国 百分之三点五 到百分之四点五之间的话 中国大陆的防卫预算 的扩大的数量 那是更大 所以中国大陆 未来的防卫预算的 这个空间一定是巨大的 但你想想看 美国以目前来讲 是世界在军力方面最大的 但是中国大陆的 海军的建造能力 跟在太平洋的海军 跟空军的军力 远远已经超过 美国的这个情形下 您想想看 在台湾的空军 海军跟陆军 跟中国大陆的这个军力的结构来讲 那是完全不是一个量等的 但是问题就是 美国的挑拨能耐是很强的 这个能力是 我想举世无双 应该是这样讲 好 另外一个部分里面 我觉得对台湾来讲的 后遗症在哪里 两岸的态势 如果开始缓和下来了 那目前来讲 你的改变的这个 招训制度改为14天 而且是所有退役的 这些募兵的都要来的话 那未来在募 兵这个部分里面 就会产生很多的困难 这个是我们目前防卫部门 他没有想到的一个问题 所以您认为 他们现在如此的扩军也好 提高防卫预算也好 真的有助于台海的和平吗 作为一个执政者 如果真的想让自己的民众 安居乐业的话 应该怎么做 我先给您讲讲 在这个大陆中秋和国庆 假期之间两个事情 一个事情是大概在中秋前后 9月30号到10月1号 台湾的媒体 做了一个民意调查 那么这个数据比较奇怪 一个就是他对18到19岁的 年轻人调查 就你愿意愿意自己 或者家人去商战场 大概达到了百分之 我印象中是百分之九十多 百分之九十六点多 都愿意 听着很惊悚 都愿意为台湾而战 为台独而战 但是另一个话题是 那你同意恢复征兵制吗 这个同意的人数 只有12.5% 奇怪不奇怪 很纠结 你又愿意为台湾而战 愿意上战场 又不愿意台湾 实行征兵制 这里面的纠结 到底出现在哪 其实这就说明了一个什么 用我们这个网络上的术语说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我们说这种人造毒 培养出来的台湾年轻人 他当然对于自己的 家国的认同 对于自己民族的认同 他就大大减弱了 被民进党一伤活 又年轻人 血腥上来 我愿意一战 但是在现实当中 当你从这个意识形态中 跳出来回到务实的 这种阶段的时候 好 征兵 你来 打仗 你上的时候 他也不傻呀 他毕竟是个成年人啊 他就会考虑到 这个我不太愿意 我可以网上说说 我可以这个 在这个口号上喊一喊 但真正让我到一线去 我还是有顾虑的 虽然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争 但是战争的残酷性 你看电影总看过吧 多少还是有所了解的 所以这其实对于台湾来讲 现在台湾的士兵啊 还不是就一个 是他意愿强不强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他的能力足不足的问题 台湾的这个募兵制 这个募兵制实行以来 你会发觉 好多这个台湾兵啊 训练是不够的 就是你的能力是不够的 草霉兵嘛 就外表光鲜亮丽 内心非常的脆弱 我们就原来就说嘛 说打仗怕死得要命 教官说一句 马上就去轻声 马上就去死 还有一个就是大陆这方面的 具体的实施的 遏制台独的动作 我们刚才在前面 您说到了 就在10月7号 我记得大陆的战机 罕见的回话 以前台湾战机 进行所谓驱离 大陆不回应 即便是在若干年前 有回应的时候 也就回应去 执行任务 别打扰我 这回回应的什么 台湾地区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我正在例行训练 请不要打扰我 这意思啊 不要干扰我 你听这个话 原来回应一般都是 我在执行任务 什么任务你别管 现在改成 立行训练 什么意思啊 台湾西南空域 这是我们自己的地方 我进行训练 我在自己家进行训练 你别打扰我 其实这个态势 已经非常明显了 所以我们说 在这样大的一个 大的时空背景下 从我个人的意愿啊 我觉得两岸之间 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会越来越大 但是从我的意愿中 我是非常不希望 两岸之间 发生任何的实质性的冲突的 哪怕有一个 唯一的一线的曙光 一线的希望 我们都要从 两岸人民的福祉 和两岸和平的大局考虑 来进行 未来的一个两岸关系走向 既不能着了美国的道 中了美国的计 也不能 对台独视而不见 所以这个拿捏 其实更多的关键 我觉得在于 台湾的民进党执政当局 在两岸关系 未来的走向方面 怎么做是大陆的主动权 如何做 会采取什么样的结果 其实很多时候 决策在台湾执政党 说到底 台独之战 不是正义之战 所以无论现在台湾当局 如何的扩军备战 最后都没有胜利的可能 而打着防务的旗号 增加防务预算 也只是在浪费 纳税人的钱 也只能造成更大的财政危机 所以说参与当局现在 劳民伤财 不得民心 而要想以武剧统 更不会有任何的机会 感谢两位的点评与分析 谢谢赖社长 谢谢桑辰 张建森 观众朋友 再见 谢谢张斌 谢谢桑辰 谢谢赖社长 观众朋友 再会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 海峡两岸 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